热闹的舞蹈 各国不同元素的表演 搭配上气氛十足的音乐 为今天在仁爱之家的重阳餐会 揭开精彩的开场序幕 为了即将到来的重阳节 以长者居多的人爱之家 也举办了大型的餐会 此外许多贵宾 包括市议员与区长 都到场给予阿公阿嬷们祝福 关系协助 我想在这边仁爱之家的照顾 是很有口碑的 再加上今天就有经商医院的 还有我们三军总医院的 这样子协助的医疗的整个设施 这里的照顾更是 受到更多的肯定 那大家也知道我们市长 朱一伦对这些长得健康 都非常的关心 非常的来照顾 仁爱之家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相信我们主任在这边的照顾之下 我们这些长者都能够 非常的快乐 非常的活泼 大家能够长命百岁 谢谢大家 每年的农历9月9号 就是敬老追思的重阳节庆 为了要落实 对当地长者的照顾 仁爱之家都会举办长者的餐会 除了让老人都能够开心之外 也借此落实新北市 一起聚餐的政策 一年一度重阳学 聚餐活动 我每年都有起来 跟他们的长者 跟他们聚餐 我们要收深 我们要感谢我们市政府 我们有的 因为环境加户 充足让这些老人都要到处置 最终于我们的朱雁代同这些童年 把这些老人照顾到处 我们说这话 要感谢他们 祝大家老人都要重阳节快乐 在这个重阳节前夕 我们仁爱之家特别举办 重阳这个家庆活动 然后让我们的长辈 能够有一个愉快的重阳节 那也祝福天下所有人 重阳节快乐 每年重阳节前夕 仁爱之家都会用心准备 除了让阿公阿嬷们开心 度过这个敬老的节日之外 也不忘照顾社区的独居老人 为了就是要让这些长者 感受到温暖的佳节关怀 记者 廖平函 万里 彩虹 报道